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目前的戰力呢是35萬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挑戰一下今天新出的HUD版 好的這個成長制度 OK 好先打一下這隻蜥蜴 這個副本的話呢就會掉六星的符吻了 OK如果說你想要把攻擊力撐上去的話就必須要打這個HUD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大部分的玩家呢 都是帶火上拳 還有火沙漠還有風吸 還有這個火奧還有這個火蜥蜴 簡洛斯 泰沙利恩我們看第七就好了 OK那我今天的話呢就有帶了這前期名中的三隻 入場 好打看看 選錯了 來換一下 簡洛斯 再來是蜥蜴 再來是火上拳 設定完畢 好可以打吧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動耶 戰力35萬 好 這個主要就是打那個暴 暴擊率的還有暴傷的符吻 好這個就是畢業符吻的啦 打上去之後呢 如果是打到好的基本上就不用再換了 好剩下呢可能就是搞附魔這些的 好一開始的話打打小怪還沒有打過的話打小怪 好打起來是蠻輕鬆的 我本身是拿火葬 火錘 喔對不起我是補師喔火錘 好水晶傀儡 敲個幾下就趴了 蛤 蛤 你在拼什麼 你在拼什麼 不要亂叫不要鬼口鬼叫 蛤 151 神又來了 好我現在 我帶了這三隻呢 技能都是滿的 技能都是滿的 那覺醒的部分的話呢 蜥蜴是滿的 火象拳也是滿的 都是覺醒15 那簡陋石的話 只有覺醒4而已 欸覺醒 覺醒9啊對不起 覺醒9 因為抽不到第二隻 只能夠把他覺醒9 不過抽不到第二隻沒關係啦 因為我 帶他也不是要他的強度 只要是帶開心的 看看他的皮膚我就很開心了 好 我這樣的聲音會不會太大聲了 我是說那個音樂的聲音 音樂的聲音 今天有朋友說 音樂 太大聲了 所以 這個 我有把它往下調了 好 但是我不知道這樣子的比例 是不是ok的 好吧 如果說還是太大聲的話 那我再調整 我再調整 我已經有少了 大概20%了吧 好 快打最後的王了 欸奇怪怎麼不動了 我要自己手動啦 好到這邊的話 要自己手動走過去 這個應該是個記憶點 好 可以開始打王了 HARD的 出現了 出現了 巨大蜥蜴蜴 好 他噴了很多毒啊 好 應該是不會打得很難啦 因為我帶蜥蜴蜴蜴的話 可以防止他強 他最害怕的就是 他那個盾 他盾跟那個爆傷增加 只要能夠把他封住 不要讓他加這兩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來講 不會很難打 好 就算你在那裡只有35萬 像我這樣子 應該還是很穩 不錯不錯不錯 感覺良好 很舒服啊 這個火蜥蜴應該是MVP喔 火蜥蜴 火蜥蜴給他放這個鏡子強化之後呢 打起來就很輕鬆 哇 不痛不痛 癢癢的 他真的沒有強化化 真的很弱耶 他強化化就真的爆強 但是沒有強化就一般般 就是一隻小蜜蜴 不是蜥蜴 是蜜蜴 你看他的傷害真的幾百滴而已 好 我們已經很穩的打到了一半的血條了 我的戰力真的不高 我的戰力就剛剛有看到嘛 35萬 好 再看一次 35萬 而且這個還是 應該是加成過後的戰力 35萬 那如果沒加成 也就35萬 也不多啊 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都超過了啦 我是從3月9號就入坑玩到現在 只是說我的 遊戲的進度 比較慢喔 因為我沒有很追求戰力 我都是在玩故事劇情 好 都是在看看這些角色 設計的皮膚 好 比較少追求強度 所以很多符紋啊 我都沒有給他裝寶石 好 等一下看好了 我現在先專心看 很穩 好這個組合真的很穩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說你們有傑諾斯 有火系力還有火上旋的話 這樣配下來的話 輕輕鬆鬆 好真的很輕鬆 我的血量基本上來講 這場都沒有到一半以下過 好 是不是這一場就會出 六星的傳說符紋了 打完了打完了 哎呀 沒有出看一下是什麼符紋好了 好 這個很爛喔 這個是加工 這個是還不錯啊 體力的10.2% 好但是他的附屬都 都很一般般喔 好吧那就算了 好我們打下一個階段 好打下一個階段 可是我怎麼感覺沒有乘以二啊 符紋只有兩個而已 這是什麼 大地之怒 好吧 這是小寶 好 打下一個階段 好不知道是不是也像這一款一樣 那麼輕鬆 好如果那麼輕鬆的話 哇那就開心了 好我就可以把我身上 囤了幾百張的這個成長之路副本券 拿來打了 好這個是下一個階段的喔 Hard 2 Hard 2的話呢 感覺也是挺輕鬆的 水晶傀儡 抽個幾下 就消失了 簡陸石真的很帥耶 你看他那一招 喔 對啊真的蠻好看的 做得很到位啊 跟動畫 相較起來 我覺得蠻好 蠻不錯的 甚至還超越動畫 你看 帥爆了 動畫的話是2D 這個3D喔 3D呈現成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很到位 很練進去 所以我覺得我花了那麼多錢 把它抽回來 完全不會後悔 二兩也是 不過二兩的話 我還沒有給他搞上去 因為我比較少打那個PVP喔 所以比較用不太到 簡陋石的話 我比較用得到 因為我比較常打一些 那些副本 對對對 這就算了 算了 好 簡陸石目前的輸出是最高的 高達了 各十百千萬 十萬 三十四萬 這隻是類群蜥蜴蜴人 好 也是輕輕鬆鬆的收掉了 我們的冒險隊伍繼續往前進 現在來到拐角這邊 我轉個角度一下好了 轉個角度 轉個角度 天啊我覺得我戰力今天可能 如果說我打到傳說服務 又給他衝到加速的話 我戰力可能會不小心衝太高耶 我現在在壓戰力 我不想要讓戰力太高 我想要維持在三十幾萬就好了 好 出現了 HARD2的蜥蜴 好 摳圖泡泡 來了 好吧 看看是不是也一樣的輕鬆 我先觀察一下我的血量 我的血量化目前都沒有多大的下降 那他的傷害的話 大概就是一千來地而已 不會很高 好 那因為捷弄死可以把他上破防嘛 然後火西又給他上禁止強化 這樣搭配起來的話 不錯 就完全克制了他 因為他搶的地方就是在於 他的強化暴擊傷害 對他防禦力提高 那 對阿你看 給他降防 然後會進行他強化 根本就是像玩具一樣 這樣在打他而已 有了有了 他現在有爆傷增加了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了 但是火西的話呢 可以把他的這個爆傷 給他拿掉 有一招可以把他拿掉 不過他現在是一階段 也不要疊上去就好了 疊上去就 比較可怕一點點 現在還是一階段 哇 二階段二階段 奇怪 怎麼沒有把他消掉 還是我要自己手動消 天阿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為什麼沒有消掉呢 而且我 我給他上禁止強化 怎麼還可以疊上去 疊到二 那現在疊到二的話爆傷可能是增加 有明顯多很多了 不過火西有個好處 他就是抵抗暴擊增加50% 也就是說他比較不會被暴擊 比較不會暴擊 所以他爆傷增加影響就還好 我怕就是結論石跟火上拳會掛掉 還有我自己本身 我拉遠一點好了 不然你都看他的大腿而已 這樣子這樣子 OK 他現在爆傷已經跌到三階段了 所以這個爆傷 的話好像 不管 有 哇 被秒了 天阿 好啦 又是葛政 目前我的實力頂多只能打Hard1而已 那Hard2的話 可能還暫時沒辦法 我剛剛成本太住被秒殺了 Hard2是什麼 就先這樣子了 Hard2是什麼 沒什麼 Hard2是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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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較困難的版本 比較困難的副本 Hard2 Hard2 Hard3 Hard2